9月5日,新赛季火箭队季前赛飞正式训练营正式开营,火箭队的多位球星,都已经抵达了巴哈纳群岛,开始了季前训练,火箭八大球星会合,就等大魔王周琪归队, 哈登正式补强,一到短板,这次训练营有火箭队头号巨星哈登发起,邀请全队球员参加,目前哈登,保罗,塔克,麦恰威,戈登,克拉克,哈腾施泰耶,格雷等八名球员,都已经正式抵达了巴哈纳展开了训练,就等安东米,贾佩拉,格林和周琪等人到位了,大魔王周琪将在9月6日动身反美, 然后再去巴哈马和球队混合,巴哈马的训练,实际上是在新赛季开赛前,火箭队内球星们之间的一色连一会,哈登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,让兄弟们增进了解和有益,帮助新球员和年轻球员们充分同老球员完成磨合, 一边在新赛季开赛的时候,火箭门先延一步,直接以最佳状态展开新赛季,而这对于火箭一哥哈登来说也有好处,就直接增进了哈登在队内的领导力, 要知道,过去哈登被球迷们诟病最多的,就是缺乏领导力,认为他没有保罗和库里那种舍我其谁的领袖大器,经过这样的活动,毫无疑问能增进哈登在队内的威望, 补偿哈登最后一块短板,让他更好地扮演领袖的角色。